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本章的第2个大层次 物权变动 包括第2第3两个单元 我们先进入第2单元 把握不动产的物权变动 那么首先是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 其次是不动产登记制度 先来看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 那第1个层次是 基于法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变动 什么是基于法律行为 怎么简单理解一下就行 像经常提到买卖抵押质押 这都是法律行为 或者您倒过来想 不属于我们后面讲的 非基于法律行为的情况 那就是基于法律行为 这个地方别纠结 简单感知一下就行 关键是 基于法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变动 怎么是登记生效为原则 这个登记生效为原则怎么理解 就非常重要了 在这里我给出了两个条文 虽然说圈二这个条文 怎么教材里找不着 但是这两个条文都要求把握 先看第一个条文 不动产物权的 硕利变更转让和消灭 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 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这个讲的是物权 说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 这就叫登记生效啊 那法律还另有规定除外 有例外 所以原则上是登记生效 但是有个别情况可能不是 好 我们看圈二 圈二说 当事人之间定例有关 设立变更转让 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 除法律另有规定 当事人另有约定外 合同是成立时生效 为办理物权登记 不影响合同效力 好 那前面说登记生效 后面说 没办物权登记 不影响合同效力 这两个规定冲突吗 先把握住 在这里 大家一定要建立起来一个 基本观念 物权是物权 合同是合同 看出来没有 圈一讲的是什么 物权 圈二讲的是什么 合同 物权我们是第四章讲的 合同是下一章第五章要讲的 物权有自己的规则 合同也有自己的规则 各走各的规则 必须 物权和合同给我区分开 那我们看一下 圈一讲 原则上 不动产物权变动是 登记生效 圈二讲 物权登不登记 跟合同效力无关 合同是 依法成立时 该生效就生效 我们举个例子 把这个地方给消化一下 假 把它所有的房屋 转让给已 房屋是不动产 转让 是一个法律行为 假把房屋转让给已 那么双方 签一个房屋买卖合同 这是合同 合同 双方签字盖章的时候 合同成立 依法成立的合同 同时就生效 所以说 办没办那个房屋产权的过户登记 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的 合同是两个巴掌拍一块 成立 依法成立 同时就生效 他走这套规则 那么 房屋的产权 所有权 什么时候 变更到 已的名下去呢 产权 是转移登记的时候 才 变为 已的 房子 什么时候归已 是 产权 转移登记到 已名下的时候 已才取得这个房子的所有权 合同 早就成立生效了 但是 所有权取得 要认登记 什么时候登到已的名下 才属于已 我说清楚了吗 两个层次 不动产物权的话 原则上认的是 登记 生效 合同的话 跟登记 不挂钩 看两个巴掌拍门拍一块 拍一块就是成立 然后依法成立的合同 同时 就生效了 所以物权是物权的规则 合同是合同的规则 这个一定要区分开 好 那 收回来 基于法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变动 登记是 登记生效是原则 我们讲有例外 例外在哪呢 看一下 土地承包经营权 地义权 这两种都是 用义物权 对不对 这个法律规定说 登记对抗 不登记生效 中级的同学们 不要往下问了 您就知道 提到他 他不是登记生效的 就完了 然后呢 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 所有权是可以不登记的 也是文字的知道一下就行 不用你生挖 知道有例外 这个例外都不见得考 就知道有例外就行 除了这个例外规定 不动产物权 是登记生效 有关不动产物权变动的那个合同 跟登记是没有关系的 依法成立是生效 好 这是第一个层次 基于法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变动 那么接下来看 非基于法律行为的 非基于法律行为的 首先 第一个层次 他 不以登记生效 为要件 前面 房屋买卖 说所有权什么时候给以呀 是登记到移民下的时候 所以是登记是所有权变动的要件 现在 非基于法律行为的 他不以登记 为生效要件 而是法律规定的那个10点 物权就发生变动 但是 如果 进一步再处分 那按照规定 该登记生效的还得登记生效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 最容易在题目当中涉及到的 就是 这种非基于法律行为的情况 继承 因继承取得物权的 继承开始时 就发生效力 好 第一 继承这个事情 他不是 后果有意思表示决定的吧 不是吧 像 买卖 转让 那后果是意思表示决定的 就说是法律行为 所以 刚才那个例子是基于法律行为的 物权变动 对不对 继承的话 呃 法律效果是法律规定好的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事实行为来的 所以 继承这里就叫非基于法律行为 可以简单理解一下 实在不行就是非基于法律行为 一二三 这三种剩下的叫基于法律行为 收 如果是涉及继承 啊 物权是继承开始时就发生效力的 这时候是不需要公事的 但是 你再进一步转让的时候 该公事得公事 来 上例子 你就清楚了 老王去世了 小王继承了老王的房子 那么 老王到小王这里 我们讲 他是个继承对不对 即便是房子 继承他是非基于法律行为呀 所以他不用公事 也就是 从继承开始时 小王就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了 没把这个房产本 从老王名字 换成小王名字 小王也有产权 没问题 说小王孝心非常好 说这房产本我一定要留着老父亲的名字 我不去办过户 没有任何问题 从继承开始时 这房子就归小王 对公事为条件 因为这个环节上 他是非基于法律行为的 但是 如果小王把这个房子进一步卖给小李 买卖是个什么 买卖的后果是意思表示决定的 他是个法律行为呀 所以小王到小李的这个环节 他是基于法律行为的 物权变动 那必须要公事 如果是房子的话 会要求 卖给小李的时候要 先从老王名下变到小王名下 然后再从小王名下 变到小李名下 好 这个层面 我说清楚了吗 如果不卖给小李 是不需要从老王名下变到小王名下的 我就一直留着房长管上是老父亲的名字 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 但是 如果你要卖给小李 那就是先从老王到小王 再从小王到小李 直接从老王到小李的话 未来产权纠纷的时候会有麻烦对不对 一找老王已经去世了 那还得再绕一圈才找出小王了 所以卖给小李的时候 我们直接 双个 双向登记 这样的 整个产权比较清晰 但是始终强调 如果不卖给小李 你没有必要去过户 始终 不动产登记部或不动产权 本上一直是老王的名字 完全可以的 小王是继承开始时 就已经取得产权 跟过不过户到小王名下 是不挂勾到 说清楚了啊 只是继承 那么非基于法律行为 除了继承之外 还涉及到 因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 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的 导致误权设立变更转让消灭 那么是法律文书征收决定的 生效的时候 发生效力的 所以说 假以是两口子 离婚 房子判归以 那什么时候这房子就归以了 不是过户到与民下归以 是 离婚判决生效的时候 就归以 好 这是第一 文书生效时发生效力 好 第三 因合法建造 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 设立 消灭物权道 事实行为 成就时发生效力 所以你看 咱们开发商盖房子 一 他得确保 他是 合法建造 各种各样的什么 开工许可证啊 规划许可证啊 还有 国土地的 使用权证书啊 都 齐全 他是合法建造 这是第一个前提 第二个 盖完房子了 这个房子就归开发商所有了 所以开发商先办大产权本 然后再过户给买房子的人 是这么一个过程啊 合法建造 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 设立 消灭物权道 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 从房子盖完了 开发商就拥有产权了 他先办大产权本 然后再从他的大产权下面 过户道 你每一个买房人道 小产权下面区啊 好 非基于法律行为啊 基于文书道 基于继承道 基于事实行为道 剩下道 买卖 赠予 这个 抵押制押 都是基于法律行为 所以有些概念 说你正向的去理解他 可能理解不过了 反向或者多做点题 多接受点内容的时候 就潜移默化的能理解 不多说了 来我们应用一下 蔡勇 我们蔡勇都没有要求 姐姐腾退房屋 后来他要结婚了 就要求腾退 但是 蔡花同学拒绝搬出 来 看哪个选项是正确的 A 蔡勇因为没有办产权转移登记 是无权要求姐姐搬出去的 错的 不用登记 从继承开始时 这房子已经归蔡勇了 B 因为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蔡勇的腾退请求 不受法律保护 这个是哪一章学到的 第一章我们讲诉讼时效 怎么讲 返还财产的请求权 如果是不动产 不管这个不动产 是登记的不动产权利 还是未登记的不动产权利 都不受诉讼时效的 限制的 所以这里根本就没有诉讼时效的事 C 从18年5月 也就是父母先后去世的时候 就继承开始 然后就已经有权要求腾退了 对的 D 蔡勇要先转移登记 然后才能把姐姐赶走 没有 蔡勇是继承 不需要去办理登记 从继承开始时 产权就归蔡勇 所以这个题正确的 只有C选下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 不动产 物权变动的规则 基于法律行为的 登记双效为原则 讲的是物权 不影响合同效力 好 如果非基于法律行为的 有的是文书生效时 有的是继承开始时 有的是事实行为成就时 但是 不用登记 不用公式 非基于法律行为 这是本单元的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把握不动产登记制度 那么首先 不动产全属证书 也就是咱家里的房产本 那叫全属证书 不动产登记部 是在登记机关那里的那种档案 证书和档案 原则上是应该一致的 那确实不一致怎么办 有证据证明人家档案错了 我们还是认识时到 但是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肯定是 人家登记机关的档案 比你手上的全属证书 更有 这个公信力 所以是 不动产登记部为准 这个 出个判断题 应该听一遍就可以了吧 好 往下走 转移登记 和变更登记 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说过户 过户就从我的变成你的 主体转变 对吧 这个其实文周周的讲 叫做转移登记 不是变更登记 变更的话 我们解决的是 除主体变化以外 其他事项的变化 所以我们再讲到 上一单元最后 物权变动概述的时候 说物权取得物权 变更 还有物权消灭 对不对 您倒回去看 物权变更 不谈主体变化 谈的是 课题内容的部分改变 办变更登记 主体变的话 对原主体是 物权的相对消灭 对新主体是 物权的取得 所以等于是这个 物权要发生 转移 叫转移登记 生活当中 经常会就是 过户 过户登记 或者办个变更登记 正儿八经 考试你要叫他 转移登记 不要叫错 好往下走 更正登记 更正登记 更正是用来解决错误的 前面这个 变更登记 这101房 这101房是我的 1 甲叫做权利人 以叫做利害关系人 现在 不管权利人还是利害关系人 认为登记错了都可以申请 更正 一 一 一也可以申请 甲也可以申请 但只是申请 产权登记机关 什么情况下会给改 一 甲书面同意改成已 那当然可以 这个房子登记在甲名下 然后甲书面同意 把产权人改成已 那登记机关可以改改 如果甲不同意的情况下 已就只好去找证据证明 登记有错误 刚刚我们讲 如果证书和登记部不一致 也是确有证据 会改登记部对断 所以人家产权人不同意的情况下 你要找出 确有证据证明 101房是你已的 登记机构也会更正的 要么甲同意 要么你确有证据 这是经申请来考虑更正 那如果不动产登记机构发现 有登记错误 他自个发现错了 首先通知当事人 30个工作日内办理公正登记 当事人要是不来的话 会公告15个工作日后 来依法办理公正 来这个地方挖坑 其实不在前面那30个工作日 是通知了不来 公告 公告15个工作日 还得等 还得等 不是15个工作日内 是15个工作日后 去进行更正 但错误登记之后 已经办理了 又又已经流转出去的除外 就是如果这个不动产 已经涉及别人的权利了 那不能你一直随便去更 但不涉及的话 我们就是先通知30个工作日来更 不来的话公告 公告15个工作日之后 我登记机关就可以依法 你公正 好 那终极这个地方 我们主要是知道 申请的 要么假书面同意 要么确有证据 依止权的30天 30个工作日来办理 如果不办理 公告15个工作日之后 去进行更正 注意区别 第三 意义登记 意义登记主要解决什么呢 这个乙要求更正 但是甲他不同意 不同意 我乙是不得去找证据啊 在我寻寻秘密期间 你甲就把房子卖给饼 跟不知情的饼办了过户登记 这房子可要归饼的 那我乙要房子要不着再要钱 我不 要钱和要房是不一样的 为了房子 在我已去寻找证据的期间 甲把房子卖给饼 并且过户给饼 所以给以一个 冻结房屋权利状态的这种机会 你可以这样想 办个意义登记 其实就是公示我们这个房子处于争议状态 那以后任何买房的人都知道这个争议的存在 对不对 所以他有一丢丢类似于 挂师指付那个意味 不能直接画等号 但是不是有点这种意味 你感觉一下 本来要求更正 甲不同意 现在我要出去找证据 我怕你卖给饼 所以我就在这房屋上办一个什么 亿亿登记 日后饼也好 钉也好 物也好 来买房子的时候 就可以发现我们甲乙这个房子正在争议状态 那么他们一般就不会买了 他们要非得买的话 很难证明自己是善意第三人 对吧 所以亿登记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理解 但是亿登记要15天内去起诉 否则这个亿登记就失效 如果起诉的话 这个亿登记的效率会一直维持到诉讼完结 但是必须15天内起诉 15天内不起诉是失效的 瞎给别人的房子办亿登记造成损失的情况下 要赔偿人家损失 那么亿登记 我们主要是理解一下它的作用 然后记一下15天内起诉的事情 这个核心点在这 好 我们看一下这道单项选择题 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公正登记和亿登记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 公正登记的申请人 可以是权利人 也可以是利害关系人 申请人 可以是权利人 可以是利害关系人 是对的 但办公正的话 要么权利人书面同意 要么却有证据 B 提起公正登记之前 必须先亿登记 反了吧 是 更正登记办不成 为了防止被别人买跑 我办个易登记 让别人知道我们的争议存在 C 易登记致起10天内 申请人不起诉 易登记就失效 不 15天 不是10天 D 登记不但造成权利人损害的 不当登记的人要赔偿 人家登记机关干嘛赔你 所以吧 D选项你可以画星星 日后看自己会不会掉坑里头去 D选项这种选项 专制朋友圈方式读题 是要赔 关键谁赔 登记机关没过错 他赔你干嘛 所以这个题选择 A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预告登记 什么是预告登记 看括号1 谈到 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协议 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 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 按照约定 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 也就说 目前是属于签了协议拥有债权的状态 但是为了保障将来实现物权 我们可以先预先宣告一下 预告就是预先宣告的意思 好 那括号1肯定是不需要背的 就是理解 紧接着 如果预先宣告了之后 那事后未经登记的权利人同意 再处分该不动产的 将不发生物权效力 你比如说 A这个开发商 把101房跟甲签订了一个 预售商品房的合同 那么目前这个房子还没盖起来 所以我们只是有一个预售商品房的合同 甲只是拥有一个债权 对不对 但是为了保障 未来会把101房登记到甲的名下去 甲可以预先宣告一下 这个101房已经被我预购了 办一个预告登记 那如果他办了预告登记了 事后开发商又把这个101房说 卖给乙 跟乙去签了合同 甲签订还能办一个正式的登记在乙名下 有用吗 没用了 这个未经甲同意 把101房卖给乙 并且甲定能过后下去的话 那即便过后到乙名下去 乙也不能取得产权 未经甲同意 不发生物权效力 那在这里我们教材说 通过预告登记 权利人甲是自己的债权 对吧 手上只是拥有一份101房的 预售商品房合同 只是有一个债权 但是预先宣告了一下 就获得了如同物权一样 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以后你未经我甲同意 再卖给乙再卖给笔 都没用 都没用 这房子是我甲预告登记过的 要过户给我甲 所以预告登记是物权优于债权的例外 像我们刚才这个例子 甲手上 它只是有一个预售合同 和预告登记 正式的物权并没在甲手上 这里只是有一个债权而已 那A卖给乙 甲定已经过户到乙名下了 人家这可是 要看登记的话是有物权 对不对 但是前面有个预告登记 后面不发生物权效力 所以等于它债权比后面那个 本来要取得的物权还要牛 所以就是预告登记是债权 倒过来 优于物权 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 好 第三 预告登记后 如果债权消灭了 或者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 90天内没有去办正式登记的 那么预告登记就失效 说这个预告登记这么牛 那房子我就始终不过户 我少交点税之类的 不行 如果A和甲之间的合同被认定无效被撤销 预告登记失效 或者能办产权本不去办 90天内不办 那预告登记也会失效 好 这是预告登记需要大家知道的事情 那我们看一下这道单项选择题 假公司进行房屋预售 3月1号将一套房屋预售给债 签了预售合同 办了预告登记 5月1号又跟丙签预售合同 好 交房时间介质 倚丙都想要房 那么这时候应该谁牛啊 这签的两份合同都是有效合同 但毕竟只有一套房 只能归一个人 这是物权排他性的体现 对不对 好 归谁 应该归倚 因为倚办了预告登记 好 那么第二单元 我们就给大家解释到这些地方了 其实内容真的很简单的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主要是我们给的那两个条文 以及小案例 合同是依法成立时就生效的 跟物权登记无关 但房屋的产权是过互到隐名下 才正式归以 叫原则上登记生效 非基于法律行为的 那就是去备好识点 文书生效时 既成开始时 还有事实行为成就时 对吧 但是不必公事 再处分的时候才需要公事 小王给小李的时候才需要公事 那登记部的效率比证书的效率高 这也知道 转移登记就是我们所说的过户登记 但是文周周的讲要叫转移登记 而不是变更登记 更正登记这里 经申请要么权利人同意 要么却有证据 医治权的话通知30个工作日来办 如果30个工作日不来办的 那么公告 公告后15个工作日后才能给他更 然后一一登记的话 有效期是15天 一定是15天内要起诉 预告登记主要掌握效率 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 处分不动产的 不发生误权效力 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二个单元 不动产误权变动 不动产误权效率